四重诗书隐瞒左若彤的真正死因 陆景与吴根生结仇 在一人之下漫画之前的剧情中 吴根生让左若彤多处去转转 以及外出历练寻求突破逆生第三重的三一门 无疑人返回宗门 都说明逆生三重有着显而易见的根本性错误 三一门也克丹药 从漫画来看 不克药是练不了逆生三重的 修炼逆生三重的过程是能够修炼性命的 因为有各种手段辅助 但炼成逆生三重本身不会对修炼的性命有任何提升 这就完全违背了三一门修炼逆生三重的初衷 甚至动摇了三一门的立派根基 因为逆生第三重的设想是炼成先天之气 自身性命会有飞跃性的提升 但左若彤衰老的身体没有任何改观 这才是重点 重点不是维系逆生三重耗费精力 而是左若彤突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第三重 身体状况理应得到改善 然而左若彤的身体状况依旧没有改善 但凡有一点改善 他都不会放弃吧 所以 明白吴根生所说 通不了天吗 突破到第三重 身体状况依旧没有改善 再修炼下去又有什么用 跟江湖杂技的艺人手段没有任何区别 另外 关于陆锦为何与吴根生结仇 我估计有可能是这样的 左门长虽然和师弟以及大徒弟讲清楚了来龙去脉 但二人没有左门长那么高的觉悟 于是把真相瞒了下去 吴根生一行人回到全信说了这事 左门长先逝之后消息瞒不住了 全信弹官相庆 便经贵添油加醋 传出去左门长是被气死的 他有前科的 之前左门长就是单纯想找李沐玄谈一谈 被他说成是找李沐玄的麻烦 陆锦为了维护师父 于是去杀院金贵 杀院金贵时在遇吴根生 陆锦质问当年真相 吴根生怕说出真相陆锦直接到心破碎 出于对左门长的尊重 怕左门长绝后 愧疚 毕竟背了左门长的命 于是选择自己背黑锅 吴根生承认左门长是自己害死的 并允许陆锦随时可以来报仇 给陆锦留个念想 免得他失去信念 直接崩溃了 二人从此结仇 至于三十六贼结议后 陆锦带人去赌吴根生时 吴根生为何没有考虑 左门长的交情手下留情 三一门杀的就剩陆锦一个 我觉得有几种可能 一三十六贼结议时 吴根生精神明显不正常了 金凤婆婆都说他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 后面误八奇迹时发生了什么 更是无人知晓 吴根生独自留到最后 其他八人连他悟到了什么都不知道 此时陆锦带人来寻仇 完全是撞枪口上了 二面三一满门 而留陆锦一个 可能已经是吴根生手下留情的结果了 否则按笔是吴根生的功力 真要全力出手 陆锦肯定活不下来 三八奇迹的其中之一 可以随意划行 指之前王爷镇不住的那个刀疤脸 双拳手可以修改记忆 陆锦找到的并非真的吴根生 陆锦被修改了记忆 反正其他当事人都死了 死无对证